在神奇的2012年有这么一个故事 日本少女在沟通时就得接受操控战车的训练 并且这本课程早已作为世界文化普及 也只有女性才能参与这本课程 它被试人称为战车道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谁说女生只会撒娇闷懵 小心一炮干的连别都不认识的少女与战车 战车道是传统的文化 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女性的高雅嗜好传承至今 是一门以培养知书达力 端窗公井正气离难的女性为目标的武艺 学习战车道的同时也是在修炼女性之道 女性会像钢铁一样宽厚有力 像履带一样心脑有度 最后像大炮一样乐情奔放 以激命中 且被认为学好战车道的女性 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妻子母亲 职业女性 西州美惠则是出生于坦克世家 从小就接触了战车道 但是战车道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愉快的回忆 因为一年前的全国战车道打赛上 美惠为了救援落入机油中的队友战车 导致自己的战车被击破 使得她所在的黑森丰女子学院 失去了蝉联十届冠军的机会 美惠因此被辞责 于是她开始逃避战车道 转去到了没有战车道课程的 大喜女子学院 男人好请部长学生会会长脚骨心 突然找上了美惠 并且强烈要求美惠的必修课 要选学校重新开课的战车道 因为数年之后 日本将召开一次战车道的世界大赛 所以大喜女子学院的战车道也重新开课了 并且这门课程及优异者会有丰厚的奖励 美惠在这所学校新交的朋友 吴布沙之 认为参加战车道能够更加受男生欢迎 于是决定学习战车道 另一个朋友石灵华 因为想要尝试新生事物 也想学习战车道 然而美惠并不想报名战车道 结果沙之和灵华为了和美惠一条心 也没有选战车道 学生会长本想强迫美惠报名 因为这个学校就他不是战车道新手 为此 冰华沙之和学生会大肆争吵 美惠最终为了这两个朋友 还是无奈报了战车道的课 学校战车目前只有一架 还有的战车散落校园 目前还需要五架 于是报名战车道 连不是学习战车知识 而是都去找战车了 期间 美惠他们认识了秋山尤华里 尤华里是个战车迷 对战车十分熟悉 他们找到型号38的战车的时候 有话题十分兴奋的介绍 这是龙梅尔将军第七装甲师的主力车重 是参加了欧战初期 德国闪电站的重要战车 动作敏捷 且越野性能优良 在其其的五辆战车 并且分成了五队 分别是A组美惠他们的 四号中型坦克D型战车 B组日志八角式中战车 C组德国三号突击炮F型 D组美国M3D中型战车 E组脚固性他们的38T千型坦克 第二天早晨 美惠上学的路上碰到因为低血压而赖床 并且即将迟到的冷泉麻子 他嘴里不断念叨着 为什么会有造成这种东西 好心的美惠一边扶着冷泉取了学校 迟迟上看到了已经累积迟到245天的冷泉 头大的提醒他 截止成绩再好 一直迟到扣学分会不能毕业的 后来战车道迎来了帅气的教官 蝶叶雅美一等入位 雅美那是美惠 因为美惠家族的西柱流 算是战车道中最为圆月流长的流派了 雅美一来就让大家各自分工 然后进入战车进行实践战斗 虽然他们大都是没有碰过战车的小白 可在进入战斗后 美惠他们的四号战车就被B组与西柱夹击 战斗时发现正在此处透亮的冷泉 美惠让他进入坦克保证安全 西柱对A队窘罪不舍 把美惠他们打到了吊桥上 进到仰来时 驾驶员临华还被震晕了 结果学霸冷泉仅意外地学会了驾驶技术 带大家有准局面打败了西柱 之后A队接连面的拳组 经过这次作战 美惠他们进行了重新分工 美惠被推选为队长 沙芝为通行员 凌华为炮手 优梨花为田装手 他们都觉得冷泉的驾驶技术优秀 最终冷泉因为战车道 可以加三倍的选分这一条件 而加入了他们 成为了驾驶员 参加战车道的人都对战车道 保有很大的热情 第二天 他们就把各自的战车 给装饰得各有千秋 男后才没过几天 小谷星他们就宣布 即将开始和 圣哥洛瑞娜女子学院 进行一场战车道友谊赛 男后这不是普通对手 是在全国大会上 取得过亚军的强队 为了对战圣哥洛瑞娜 比较有经验的美惠 成为了五个队的总指挥官 小谷星为了逼美惠一把 跟他约定 如果赢了就给他一份大力 如果输了 就得跳十分丢人的安康于武 为了应战 大家每天六点开始集训 意味着五点多就要起床 这对于那床大王冷泉来说 是天大的恶号 为了不能冷泉迟到 美惠他们直接开了战车 去冷泉家 把他领了出来 于是圣哥洛瑞娜的 友谊赛终于来了 比赛规定任何一方的战车 被全部前面为失败 在战斗开始后 首先由美惠在的A队前去侦察 A速度把敌军全部吸引了过来 当距离进入我方 待机点600米的时候 我方的其他四组 才开始从打牌之类的休闲中 转入战斗状态 圣哥洛瑞娜队来了以后 虽然待命的四组攻击十分猛烈 但是命中率太低了 且B组全员直接汽车而逃 A组的战车旅带也掉了 在这种宽要全军覆没了节骨眼里 敏惠指挥B组C组战车逃亡 三个战队进入了街道区 利用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熟悉 通过偷袭 成功击中了两架敌军坦克 但是敌军坦克硬度太强 在A组被包围时 A组及时赶到绑极脱逃 A组及时逃走后 然后通过作战击毁了两架坦克 和最后一架坦克决斗中 虽然互相击中 但是A组坦克更加轻薄 他们败了 凌华家传承的是花道 修剪花枝 茶花等艺术 凌华从小也在学习花道 难道这天 她的母亲在得知凌华学习了战车道之后 而气晕 凌华母亲接受不了凌华的鲜鲜御手 去接触也蛮浅油腻的战车道 位置还把坚决不退出战车道的凌华赶出家门 紧接着 大喜女子学员队又参加了全国大赛 他们的首战就遇到了强敌 且资金雄厚的桑达斯大学附属高中队 在赛场外 每会见到黑三丰女子学员队 队上坚自家姐姐 习助真慧 被吉同伴嘲讽 有有有 小妹妹来参加全国大赛了呀 哦 这简直是乌鲁的这个比赛啊 桑达斯大学附属高中队资金雄厚 战车有几百辆 对其战略没有任何情报的话 就没办法制定战略 去对抗这个强敌了 为了获得情报 尤里花偷偷遣入了桑达斯大学附属高中 获得了有力的作战情报 大家经过紧张的练习后 全国大赛来了 桑达斯大学附属高中队的战车 弘手心完全凌驾于大喜女子学员队 所以美惠下来的指令是 只要让对方的骑车无法战斗 就赢了 一开始 大喜队的7组就被6辆契尔满战车给包围了 美惠他们各组积极帮其逃走 美惠发现对方在空中访出了间谍气球 这是可以窃听美惠他们无限交流内容的导具 于是 美惠用反间谍方式传递错误信息 击破了敌方第一辆坦克 这间谍气球正是骑车车长雅丽莎偷偷放的 他用这个作弊工具得意地向队长凯伊 报告美惠他们的作战方向 美惠反间谍把桑达斯队的8辆坦克都引到了一个坡上 这时 大喜队的B组技能误打不撞地找到了桑达斯队藏起来的骑车 于是 就有了大喜队的5辆战车追着骑车打的局面 亚丽莎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间谍气球被发现了 被追着打了他 一边逃跑还不忘扁低大喜队 并且 跟凯伊坦白 自己使用了间谍气球 凯伊一听 虽然生气 可他还是立马带了3辆坦克 追求亚丽莎 才有了后来无打5的局面 凯伊派出的是王牌炮手 直美 他的萤火虫战车有3000米的射程 直美一来就反展了局面 把大喜队的C组D组直接被干掉了 直下三组时 大喜队的全员都陷入了沉默 认为无计可施了 但是A组并没有放弃 他们互相鼓励 炮手林华在直美的下一发炮弹打来之前 集中经济成功打中了桑达斯的骑车 这是孤注一掷的一发 是赌上胜负的一发 几秒后 A组车也被直美击破 但是骑车已经被击破 所以这个不被大家认可的打击队 所呼吁掉的赢了 桑达斯队长也十分的认可 美慧这个队长 比赛结束时 冷泉突然接到了电话 说他奶奶住院了 着急的冷泉突然想直接游回家 信号这时 新美正会突然提供了帮助 用直升机送冷泉回去了 以上是1到6集的内容解说 相信我 少女战车这部作品绝对是一个史诗巨坑 因为当你怒坑了那一刻 啊哈你就别想离开他了 他是一部绝对可以一刷到底的佳作 故事的开头虽然是老套的桥段 傻白天是绝顶高手打算隐姓埋名 结果却被逼无奈的重书江湖 这些套路 不管是在龙奥天爽为义 或者是后宫番 体育番 都经常能够看到 不过 开头只是一个展开 后续发力 才是一部作品的关键 就像轻语飞扬 只是几个剧情桥段的问题 就能彻底暴死 而少女战车在后续故事的衔接中 用与众不同的画面 能能感受到导演的用心 每一场战车对战都不是无脑逆袭 而是经过心理技巧 等其他因素而获取胜利 大家都知道主角光环是必须存在的 英雄联邦这个游戏 很多人都希望出有电影或者番剧 谁都知道 如果能出 必然是精神害俗 但是谁当主角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大若素作品是无法脱离主角光环这个存在 那么既然已经知道 对战结局必然是主角方胜利 那么导演就得在过程中给观众洗脑 让大家不会因为双方实力不对等 还获胜而去过多的评价 这其中需要很严谨的逻辑安排 可不管怎么做 想要让逻辑不存在漏洞 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这部作品虽然还是有八个 但是却在剧情的时候 未呼应做得很棒 以及战斗画面效果的提升 让这些构命最大程度的减少 有些人评论这部作品 一般都是那些中恶 没本事 沾到死的男男 或是坦克迷等等 才会喜欢 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的小姐姐 有没有人看过这部作品 有没有人喜欢少女战车 不妨评论区留言看看 我是少年 一位迷年又可爱的1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